终于速冲 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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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死小小啊 火气比赞王爷还大 好了你就别说话了 妙为辰啊 你这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你真要把我们杀了 刚才是谁骂我懒鬼啊 没有没有 你敢骂我懒鬼 你不想活啊你 你敢骂我懒鬼 你不想活啊 我只要叫小乖咬你 你立刻就上阎王爷那报道去啦 面回去的 你叫小乖咬谁都精 就是他 你不能动了一根寒毛啊 小乖 回来 笑笑啊 你这是K笑嘞 竟然会拜一个小姑娘做师傅 小心你个死师傅 从土里面蹦出来 打到你满山跑 我是来找你医病的 我是来听你两个说笑话的 笑笑啊 你这个小女师傅 内力还真不错啊 跟你比起来差远了 我是骗她的 这是姑娘 你看见我挂的这五个大字了吗 依死不依活 是啊 你朋友死了没有啊 人死了还找你干嘛 我的本事啊 就是专门能把死人医成活人 你朋友没有死 我是不会救的 你 瞧辫子 少少 我告诉你多少遍啊 我姓妙叫妙回春 妙回春现在到了 我是瞧辫子 瞧辫子比较适合你 我 你说什么 臭小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亦死不依活 我本来就狗屁不通 恋姑娘 这种欺世盗名 没有医德的人 就算我死了 我也不要让他医 气死我了 你这臭小子 你竟然骂我欺世盗名 没有医德 你会把我一掌打死你 本来就要死了 你能一掌打死过我 就可以免了我这一身的痛苦 哦 原来你是想击我替你治病啊 我骗不上当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才不要像你这种 我看不起的人来医我 看不起我 如果我一定要救你呢 啊 命是我的 我不愿意你救我 你怎么还能救我 练姑娘 我们还是走吧 哎等等 你这小子随便骂骂人 就想走了啊 我告诉你 我妙回春啊 连死人都救得活了 更何况是你这个 半死不活的人 真是狗屁不通 你的招牌不是 医死不医活吗 我还没有死 你怎么能医我 你这臭小子 你真是想欺死我啊 我告诉你 我先打死你 然后再把你医活 这总可以了吧 你要回春啊 哎呦 你要是把他给打死 我的小师傅 还不答应嘛是不是 你要是把他给打死 我就把你屋子给烧了 连你也变成木炭 哎呦 笑笑 你这个人真不够朋友啊 带着这对要死不活的小情侣 要气死我啊 好 我妙回春天咽不下这口气 我先把他打死 然后再把他医活 然后再把他打死 让你们瞧瞧我医术的高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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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已经打了他全身的死穴 他现在死了 我可以救他了啊 哎 怎么样 你这小子现在没话说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抬进来 哎 请请请 嘿嘿嘿 这小子真聪明啊 他摸头是敲辫子的脾气 那个吉祥之法 说几句话就给他治病了 去去去 到现在为止 如果没有找到 玉罗叉的落脚之地 耿兄 不知你有何高见 搜遍方云二百里 我一定要找到他 找不到我二师弟 我也绝无颜面回武当山 好 耿兄 都是你的二师弟背叛你 要不然 玉罗叉 那个女魔 早就该丧命了 万一你那二师弟 又被玉罗叉救了 你准备怎么办呢 前辈 只要我二师弟还活着 我就一定有办法找到他 好 好 好 我去找你 你醒了 我昏迷了几天 三天了 三天 不行 我要回去见我爷爷 免得他担心 你不要着急啊 我已经叫王兆熙去通知你爷爷 说你在外面办事 要过几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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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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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妙手回春呢 人家是有情人 在那里你弄我弄的时候 偏偏叫人家敲骗子 你还是个人吗你 哎哎哎哎 不是不能够违背我说的话 我要把那个小子打死 然后再把他医活 现在赵阳要打死他 然后再把他医活 然后再把他打死 然后再把他医活 你是怎么了 你跟我一样嘻笑了你 我 我怎么会嘻笑啊 我是遵守我的原则 哦 你这是什么狗屁原则 医死不医活 所以医活了 大人要再让他死了 嗯 对了对了 你是专门把死人给医活 让他把他打死 让他把他给医活 嗯 那你是怎么了 你是表现你的艺术高明 是不是啊 是啊 这就是我的招牌名言 医死不医活 嗯 不对呀 我把活人打死了 再把他医活 然后再把他打死 然后 再然后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自己慢慢想 我就快过去了 哎哎哎 等等 消消 哎 哎 我想一想啊 医死不医活 一会把他打死 打死了再医活 哦 我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自己找麻烦吗 这 哎呀 ах 哎哎 哎 哎 aj 一航 庙皇春 庙皇春 你没事吧 还回春来 我差点被你吓得翘辫子了 对不起啊 庙前辈 你有没有看到卓一航 那少子前辈俩就走了 前辈 那他去哪儿了呢 他 他有封信给你 霓莎 天不老 情难绝 心似双丝网 终有千千结 我必须去解开这个心结 相信你会明白 义航 义航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这姑娘 你别走啊 我画了一个心门笔 一死不打死 你看这样写 对不对 我画了一个心门笔 你看得不看一眼 耿兄 你我是同盟 为什么你要拒绝 围剿玉罗刹的山寨 围剿山寨 死伤必重 我必须警示师父才能定夺 我开始害怕 你们武当 越来越令我们武林同道的人失望 道长 请不要批评我武当派 如果我 师父 师父 卓一航来了 他果然没有死 我倒要看看 他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 赶闯我们的清虚惯 二师弟 你还有脸敢来这里 大师兄 我武当弟子一向光明磊落 我自我没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怕什么 到现在你还敢不认错 我就先杀了你 再回去向师父认罪 什么 我有话要问他 朵一航 玉罗刹呢 道长 我来是要告诉你们 玉罗刹也许得罪了各位 但他绝不是恶人 大家应该话根根文玉帛 合力铲除勾结女贞达子的奸贼 以保我大明的江山 以及亿万无辜的百姓 就好 你这是为阴耸耸听 想替玉罗刹脱罪 二师弟 难道你还敢否认你跟 玉罗刹勾结 没有违反师门的戒力吗 大师兄 我说过 违反门规的事 我自会回武当 请师父评理论罪 你 你 你 土透 大师兄 他们没骗过 你 你 你真的还活着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杀了你 想要自杀底蜜 是大师兄他们不让我死 是大师兄 二师兄 我是不得不杀你 现在 你竟然还活着 可是我还是要求你 我求你 不要 不要再帮玉罗刹 杀害我们师兄弟了 我求你 相信我 我没有做错事 你不用这样子残害自己 二师兄 我杀你 你不会恨我吧 你是误会我 我怎么会恨你 来 二师兄 我是不该那么冲动的 但是 你也不能一错再错 你赶快回头吧 我求求你 你赶快回头吧 土豆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玉罗刹 是得罪了我们武当派 但是他并没有杀害四师弟 你明白吗 左翔 事实俱在你还执迷不悟 今天 我就顾不了武当和我的同盟之意了 我先杀了你 住手 住手 这位官爷 这是我松阳派的清虚冠 你们几一位前来 不知有何见叫 我是新任几一位指挥李天阳 奉圣旨 前来捉拿侵犯卓一行 你们谁敢违抗 一律割杀无论 在下犯了什么罪 你杀了郑洪台郑指挥 你该否认吗 郑指挥是遭应修阳那个奸贼所杀 住口 有人已经告到皇上面前 人生物证据在 岂容你狡辩 李指挥 卓一行是我武当弟子 我正要抓他回师门治罪 放肆 一个小小的门规 难道能超越国法和皇上的圣旨吗 李指挥 郑指挥死有余辜 你可以回宫去问太子殿下 大胆 圣旨 连太子也不敢违逆 来 将这个侵犯给我拿下 等一下 官爷 他是我们武当派的人 你不能把他抓走啊 土豆 不要管我 咱们抓不到我 干什么 你敢拒捕吗 我要进京城向太子禀告 周一行 你敢拒捕 我就以窝藏人费的名义 抓你爷爷卓老大人进京受审 难道 你就不怕你的高林爷爷 死在路上吗 拿下 官爷 荆宗道长得罪了 把七万给我带走 是 官爷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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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锦银卫 为什么要来抓卓大哥 看来宫中勾结女真达子的奸贼 还有比正容台更高的大官 球下 咱们得赶紧通知羽罗刹 想办法叫出卓兄 好 嗯 好 嗯 嗯 把门打开 是 怎么样 周一航 自吾尔不错吧 你给我老实说 郑虹台是不是你杀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谋害郑指挥的人 是应修阳不是我 你敢胡说 本指挥不是三岁孩童 任逼你华元巧语的门过 你给我老实说 月罗刹是不是你同党 当我见到太子殿下 自然会告诉你 我知道 太子殿下很少是你 不过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命 就捏在魏公公还有我的手上 原来你就是个魏忠贤 勾结女贞打字的奸贼 你胡说什么 我再问你 白玉凤凰是不是在玉罗刹身上 你说什么 什么 在年前 玉罗刹到皇宫盗走了白玉凤凰 你跟她是朋友 你会不知道这件事 什么 你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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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航 我看是不用大行 你不肯招够 来 大行伺候 是 是 等一下 他是魏公公邀的人 我们还是把他押回京城 让魏公公亲自审问 好 那就让他多活两天 我们走 大脸刁民 你要是撞到皇宫益 你搭上来起吧 皇宫益 对不起啊 刚才是下坡路 所以杀不住车 您 您就担当脸吧 少双双快走 好好好 对不起啊 还真难推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市下就赶快把主意行给放了 就凭你们两个 就凭我们 走 救命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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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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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啥 你好 于罗燦 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竟敢跟朝鲜作对 没有王法的 是你这狗乖 说什么废话 有白鱼的菜拿下 是 一航 你啥 小心 一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不必为我冒险 你快跟王兆齐他们走吧 一航 抓你回京城 必然会对你严刑拷打 逼你承认杀死了郑鸿胎 把所有莫须有的罪名 全都在你的头上 小心 我心里有数 你快走吧 你明知道李天阳存心不力 一路上凶多吉少 你还要跟他回京城 他让我爷爷威胁了 我不能不就范了 你放心吧 我们卓家 世代为官 多少也认识一些人 他们不用我想办法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现在那些当官的 都说你勾紧欲罗刹 杀死了郑鸿胎 这么大的罪名 谁担得起你啊 你就那么情愿去送死 不是我情愿去送死 为了我赢 我只有认了 你这是余孝啊 你以为你死了 你爷爷就能置身于世外 不受到你的牵连 你别忘了 欲渣之罪何患无辞 你要保住你爷爷的性命 就得杀了这两个奸贼 家座已经开了 出不出来 随便你 走 走 快点说出你们同党的名字 我们哪有什么同党了 你还狡辩 追寻 快走 快走 追 别追了 那个人武功高深莫测 不知道是哪路人 看他打扮不像是我们中原人士 这个神秘人 会不会就是朝中那些叛党的联络人呢 我看那个人 一定是冲着白玉凤凰而来 霓裳 白玉凤凰是不是在你那儿 什么 玉罗刹当真带着他这女贼手下 接走卓一行 是 还杀了不少人呢 这个女魔头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公然造反 耿兄 你那二师弟身为官患之后 竟与女贼勾结背叛朝廷 我看 你们武当若不尽快设法制裁这个叛徒 迟早会被他所累 全派父王啊 到找 道长 要我武当父王岂有那么容易 二师叔 少男 这一次下山 你可丢进我们武当派的脸了 弟子无能 请二师叔致罪 要致罪也得等回武当再说 请从道长 冒昧拜访 还请多担待 不敢 闭惯能有武当派二当家造法 这是平道的荣幸 这是贵派弟子卓一航勾结玉罗刹 残害武林同道 不知白师兄要如何处置 平道正是奉着掌门之密 前来捉拿卓一航这个叛徒 回山至随 小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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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二师兄真的有勾结那个小魔女 背叉尸门吗 厄华 这是松阳派的清虚怪 不是咱们武当山 不得毫无礼数 赶快见过清松道长 清松道长 我是武当第二代弟子和厄华 好说 你们远来是客 来来来 大家先请坐 诶 等一下等一下 我还没有问完二师兄的事呢 大师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快告诉我 师妹 此等大事 岂能胡言乱语 可是不可能啊 二师兄他为人正直 怎么可能会做出 背叛师们的事呢 这 哎呦 你赶快说嘛 到底是不是真的 够了 你马上给我退下 二师叔 我没有问清楚一航哥的事情 我怎么能安心嘛 放子 有长辈在此 不容你如此插嘴狐狸 哦 二师叔 住口 退下 小蝴蝶 我知道你关心二师兄 不过你不要着急嘛 等一下 我会把事情通通告诉你 为什么要等一下 现在也可以说 噓 赫华 你退下 让开 清松道长 拼到管教弟子不也 尽多原谅 好说好说 不知我那叛徒卓一行 现在人在何处 这就是我从宫里到来的白玉凤凰 我真是奇珍异宝 可是这个当中 怎么可能有勾结外地的奸贼名单呢 霓裳 名单是不是你拿出来了 我从宫里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 这个白玉凤凰里面怎么可能藏有任何东西呢 可是我爹不可能骗我们的 这些奸贼的名单一定是藏在这里面 炼姐姐 会不会是你到出宫的时候遗失了呢 我一直把它戴在身上 怎么可能遗失呢 再说 这个白玉凤凰通体成形 根本就不可能藏东西的 这上面有一首诗 这首诗是我师父刻上去的 你师父是什么门派 我师父无门无派 我只知道他叫林木华 对了 我曾经听我爹说过 令师其实是三十年前明满江湖的大侠 霍天都的妻子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分手了 我师父很少跟我提起往事 只是在三年前 他忽然要我入宫盗取这个白玉凤凰 你是说是你师父 要你去盗取这个白玉凤凰的 当时我问他原因他不肯说 我倒回来之后就交给了他 一直到两年前师父去世 才把这个白玉凤凰交给了我 可是他走了之后 没有对你交代些什么吗 他只是嘱咐我 要好好地保存 不能流落在外 至于这首诗 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 我就不知道了 卓兄 快看看这首诗 也许这首诗当中 有什么样的蹊跷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 尽消圣把银红照 有恐相逢是梦中 看来这只是那位灵女侠 思念她丈夫所刻的相思词嘛 这首诗跟明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会不会是我父亲 跟卓大哥的父亲被人欺骗了 不会的 我爹生前非常精明 不容易受骗 只是 我觉得这个白玉凤凰里面 一定有什么秘密 我们还没有查到 霓莎 王兄 孟姑娘 我先走了 叶航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回去探望我爷爷 然后上京去见太子殿下 慢点 卓兄 你现在是杀人侵犯的 那些警卫 早就守在你家里 等你回去自投罗网 可是我爷爷他 我 你爷爷是大官 量那些警卫 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 不如我们赶快上京去见太子殿下 一方面去向他示警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早日洗刷自己的罪名 好吧 好 幸好玉罗查这只暗器没有去的 你歇息一会儿就好了 多谢令主相救之闻 嗯 领秀阳 在 你屡次失败 真是令我失望 令主请输罪 小队 一定会在一个月之内 把任务完成 好 就一个月 到时你没完成任务 你身上的血质 自然会取你的性命 依天阳 你们两人互相帮助 尽快抢回白玉凤凰 将所有知道秘密的人灭口 追了 是 是 是 你 好啊 走 当时你怎么样 当时 我觉得你不像凡间的人 反而像水尘般美丽的仙女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你是很美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不像仙女那么温柔 反而凶巴巴的 让人害怕 对不对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让人害怕 我不是要人怕我 而是我天生个性如此 其实我告诉你也没关系 我从小无父无母 是被群野狼养大的 我知道 王兄已经告诉过我 他跟你说过 是 我相信 那个时候你一定又怕又孤单 你错了 那个时候我刚出事 怎么会懂得害怕呢 那些野狼 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他们疼我 他们疼我 保护我 直到我师父发现了我 原来是你师父把你从狼群中救出来 也许是我从小跟狼一起长大 生来就有野性 凡是我看不惯的人 我就喜欢发脾气骂人 所以别人都怕我 不过我对你 却发不了脾气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武功 却要在绿林中私混呢 绿林有什么不好 总比那些当官的要好得多 怎么 怎么 你嫌我是个强盗吗 我怎么会嫌你 你这样问我就是在嫌我 卓一航 我知道你看不清我们绿林 难不成你以后还想要做官 像你的爷爷父亲一样 给皇帝老败命吗 我今生不会做官 也不会做强盗 这是我们武当派的门规 你看 我就知道 你就是嫌我是个女强盗 难道你的父亲爷爷 都不是强盗吗 我爷爷跟我爹怎么会是强盗 好啊 我告诉你 他们这些当官的人是杰贫济负 我们绿林是杰负济贫 都是强盗 可是我们这些强盗 要比他们那些做官的人 要高尚得多 好 随你怎么说 人各有志 不必勉强 等等 你要去哪儿 我自己上京去找太子殿下 不需要你陪我 不需要你 你好 我 我知道我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 对你那么凶 也不应该随便指责你的父亲 我们这不同 道不合 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向你定头认错了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知道我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 对你那么凶 也不应该随便指责你的父亲 我们这不同 道不合 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向你低头认错了 我已经向你低头认错了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你有你的原则 你不必向我低头 更不必向我认错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做朋友 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霓莎 我虽然不赞同你的说法 但你仍然是我的朋友 我对你的承诺 也永远不会改变 希望我们能够像现在一样 永远都不要分开 你不是说过 永远不会和我分开吗 是 我的心不会离开你 但是我要找太子殿下 同时 我也求你一件事 以后遇见我武当同门的时候 不要再伤害他们 侮辱他们 免得使我为难 从叶子连下 nn慮辱 他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他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他嫌我狭道 我这一生 还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样 也从来没有像人这么低声下气过 可是她 炼姐姐 你不要难过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她的 你怎么会帮我 小小 你再不说出民丹的事情 我就把你剁成肉酱 等一下 你这是干什么 你没看见我跟你师叔在说话 一点礼貌都不懂 下去下去 下去 这个隐修阳啊 你真是太不要脸了 要不是你仗着人多 你爷爷我早就把你打得满地跑 轮得到你在这大呼小叫喘大气啊 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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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我叫你等一下你没听懂是不是 夏娟 下去啊 小小 你要认输了是不是 我认什么书啊 你读过书没有啊 我吃酒饮饭了 大伙儿 听到我这儿啊 我先坐下来喝点酒 你们那先休息一下 大伙儿过来送死啊 那点小钱用不着出那么多汗嘛 我说啊 你们两个要不过来喝一点啊 不喝 不喝就不喝嘛 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啊 你不喝最好我自个儿喝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小小 一个人喝酒未免寂寞 我来陪你 你怎么空着手来啊 不过带点下柳菜呢 周一航 你好大胆子 竟敢自投罗王 李指挥 知道你们这些奸贼在这里 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 我也会来找你们的 周一航 玉罗差已经不在你这身边了 凭你那点功夫 也想杀了我们吗 自古邪不能胜正 我虽然武功不好 但是有骁老前辈在 要杀你们两个 我想应该不是难事 前辈 您说是不是 我瞧瞧武功是天下地一样 帮你杀两个奸贼 那是易如乌反掌 不过 我们先把酒喝完以后 再动手也不迟啊 好 我说小子 你来帮我你不怕死啊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死而无憾 何况你被奸贼围杀 我岂能坐视不管 好 我就喜欢你这个脾气 等我杀了这两个奸贼 之后咱们再好好交个朋友 来 哼 你们想交朋友 我就让你们结伴 投沫黄泉之路 就上 我这小子 你来帮我你不怕死啊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死而无憾 何况你被奸贼围杀 我岂能坐视不管 好 我就喜欢你这个脾气 等我杀了这两个奸贼之后 咱们再好好交个朋友 来 哼 你们想交朋友 我就让你们结伴 投沫黄泉之路 就上 走 找一家 哼 听话多了 小子 酒喝完了没有 喝完了 好极了 这些小楼楼交给你 那两个就交给我了 还不动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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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楼 你喝 这些小楼 你喝 哎呀 此味怎么样啊 请你喝喝酒不喝 现在正好累了 嘿嘿 小子 那边怎么样 摆平了 啊 嘿嘿 起来起来 要不要玩点别的花样啊 啊 哈哈哈 先回去再说 走 走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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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你怎么了 哎呀 没什么没什么 哎呀 酒饮饭了 哎 走 我请你喝酒 哎哎哎哎哎哎 不不不不不 哎哎 哎哎呀 你看到了没有 我已经摆好了 走啊 哎呀 哎呀 嗯嗯嗯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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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真是带走啊 我笑笑算服了你了 在下只是为所当为 前辈不必客气 哎呦 你叫我什么呀 我我是 我是什么前辈啊 你看 你看我这辆子 有那么老吗 哎 小子 我看你太对我胃口了 干脆咱们俩结为兄弟 怎么样啊 你是前辈 在下怎么敢高攀呢 什么叫高攀呢 我不姓高 也不姓攀 你这么说 是不是瞧不起我啊 你要是不答应跟我结呗 那可以啊 咱们俩 比划比划 哎哎哎 慢点慢点 慢点 前辈 在下只是一个 无名小子 你竟然瞧得起我 在下 当然只有从命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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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